在重庆丰都鬼城这里 这里是天子殿 这里是什么呢 英天子 就是说的阎王 英朝地府就在这个地方 还有十八层地狱 我们进去看看 英朝地府 这个看电视看得太多了 十八层地狱 大陆十八层地狱 然后在英朝地府审判一样的 这里是大门 从这里进去 就要拜了 有一点来见阎王 有这样一种说法 不能烧香 因为阎王是住在下面的 烧香是敬拜天上的神仙 阎王是地下的 是不能烧香的 另外拜阎王 不能用手拜 是要用头 磕头的 这个大家要记住 我们进去看一下 左右两边属于是地狱 我们等一下进去看 先进去看一下 英朝地府是什么样的 我们进来了 这里相当于阎王 在人世间的一个办事机构 我们先看看 先进来 这边大家先看看 日巡 这边是阴差 一边五个 总共十个阴差 大家看到日巡 旁边这里就是夜巡 日巡夜巡代表就警察一样的 白天跟晚上巡逻 二十小时巡逻 然后这里大家看一下 豹尾 鸟嘴 鬼王 这边是属于鱼鳃 这个代表什么呢 代表就是说 阎王可以管海陆空 鱼是海上的 对吧 豹尾是路上的 鸟是天上的 就海陆空 是这样的 然后这个呢 大家知道 牛头 马面 这个是马面 旁边这个是牛头 就代表着这里是十个阴差 一左一右 十个阴差 大家了解吧 所以大家挺有意思的吧 这里呢 就是非常有名的 四大判官 一左一右 我们先看看 右边这个判官是什么 这个第一个判官呢 是崔 我们常说的崔命官一样的 勾魂笔 生死铺 掌管着 那个生老病死一样的 有这样一句说吧 阎王浪引 三经死 绝对不会到五更 但是有两种人例外 知道吧 一个是姓孙的 还有一个生肖属猴的 为什么这样说 大家看过电视知道 齐天大上孙悟空 在圣死铺里面 把姓孙的和属猴的 把它弄掉了 所以说这两种人 不属于他的管辖 这个呢 属于我们常说的 赏山伐尔里面的恶 就是说掌管恶的 说你如果做了什么坏事 由他管理 这个判官呢 是善 赏山伐的善 大家都知道吧 这个好像我就有点不太了解了 也没去查资料 就这样 先看看里面的 前面这个就是阴天子 阎王 是大家非常熟悉 听说这个坐项 已经有一千八百多年 不知道真假 还有一点 拜阎王 不求财 不求事业 拜阎王是求福 身体健康 就是说一个是求自己 一个是为家人 大家了解一下 征福天寿 所以说不要搞清楚了 你不要来这里求财 求事业 这是不行的 这个就是阴天子阎王 听说他这个像 是以包公的形象弄的 这不知道真假 反正大家看 他的面相有点黑 这边呢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那些 那个他这里办事机构 这个大臣嘛 因为打个比方像古代 皇帝那有大臣 他这个天子也是一样的 他也是有这个大臣在旁边的 这里呢 就是天子娘娘啊 在这个地方 说的美丑 就是他掌控的 天子娘娘 我们这样看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啊 这个是八成地狱里面的 我们看看 首先这个是孟婆汤 大家看到没有 在喝孟婆汤 这上面是什么 那个地方属于拔舌 这些是拔舌 就是说在人世纪 现在挑拨离间的这些 好像是吧 因为很多我也看不懂 大家知道吧 这些我也搞不懂啊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铁链拉的 看一下 那个是白乌肠 这种了太多了 这个是下油锅 这个大家都了解了 这是秦桧 当时秦桧杀了岳飞嘛 他也是在下地狱 这里呢 是属于铁树啊 铁树地狱 就是在人世间 一间骨肉 挑唆父子兄弟 姐妹夫妻不合之人 死后要进入铁树地狱啊 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铁树啊 树上呢 还有利刃 下面是在烧火 就是人呢 绑在滚烫的铁树上面 就这样的 这是一种惩罚 这里就奈何桥了 奈何桥大家很熟悉 就不说了 简单看一下 这个皇帝呢 是李世民 就说李世民啊 金帝府也给他征寿 李世民这个 种了太多了 我也不知道 就大概看一下啊 十八层地狱的 好恐怖啊这些 里面啊 好吓人这些啊 而且很阴森 大家 know who the peopl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